位於核桃市的李辛華翡翠京城 17日舉行耶誕前夕露天車展 這也是2016年最後一次展出 吸引了大批車輛與會 同時著名的美國推口秀主持人 亦是汽車收藏家J.Reno 吳玉瑾現身 引起了現場一片驚呼 頓時變成一場影迷會 李辛華翡翠京城負責人李兆佳 一代就位貴賓到個人車庫欣賞收藏 每個月的第三個週六 大批世界名車聚集在河桃市的 李辛華翡翠京城廣場 這是由法拉利收藏家李兆佳所號召的免費活動 雖說為富豪名人的聚會 卻也吸引了不少民眾前往 欣賞罕見的名貴超跑 順便見識聊車聊主堡的社交生活 由於是夜誕前夕 又是今年最後一場超跑聚會 17日吸引了大批車輛與民眾出席 現場騎的水洩不通 平時可收容數十輛跑車的停車場已經爆滿 迫使晚到的車輛得 陳列在馬路對面的另一塊空地 李辛華翡翠京城的公關負責人表示 當天與會車輛保守估計約200輛左右 雖非今年參展之最 但算是難見的盛況 馬郎 斗 大批車輪 大批車輪 vent 長